因為L-Round風格路跑其實今年是參加第三次 那今年是跑得最久的一次 最後近戰總成績大概是兩小時四十幾分 那因為我平常跑半馬的話可能是兩小時出一點點 所以就跑得滿慢 那之所以會跑這麼慢是因為中間其實有停下來 幫忙路邊有熱衰竭的一位跑友 因為那時候我大概遠遠的就已經看到他整個人倒在草地上 又掙扎著想要站起來 所以有點手舞足道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就很直覺的想要去幫忙 因為我滿常在戶外走跳的 那以前也有接受過高山巷島的一些急救訓練 跟中華民國自行車協會辦的自行車領隊的課程 我也有去上 那這些課程其實都會告訴我們怎麼樣去應變這種戶外疾難救助 所以我當下就覺得我有這個責任去幫忙 會不會覺得成績不好還是會覺得很暖性 我覺得成績不會很重要 因為其實大家有時候參加路跑成績不是非常 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這場比賽它其實是一個很像歡樂的嘉年華 那我也覺得說其實下半年我還有很多比賽 所以不急於在這場要跑很好的成績 那當然你看到人家有這樣的狀況一定是救人第一 而且其實在我看到他的時候大會的活動工作人員 有一個醫護志工已經騎著摩托車靠近他了 但因為他是一個女生 那我覺得如果這個志工是一個女生 他要搬移他或者是把他抬到陰涼處的話 他可能自己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我就跑過去問說需不需要我留下來幫忙 那那個志工也很快想說好麻煩你 所以其實跑的成績或者是有沒有很快進終點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很重要 因為他一開始是整個人躺在草地上 但是他有意識 那因為我有先呼喊他先確認他的意識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跟叫什麼名字 接著他就手去抓他很想喝水 那其實熱衰竭的處理第一個就是要幫他散熱 再來就是要大量的補水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要為他喝水 可是因為他倒在地上 而且他還在喘 我們就很怕他會嗆到 所以我就把他的頭扶起來說 好你先半坐起來再喝才不會嗆到 那因為把他扶起來的時候 我是女生我可能手的力量不足以 因為其實他熱衰竭他整個人是完全放鬆的 所以他全部的重量都是癱軟的 那我撐不住他 所以我就讓他頭靠在我的腹部上方一點點這樣 然後就是躺了滿久的 那後來因為他其實意識滿清楚 沒有太嚴重的即刻的生命危險 所以後來我就是也開玩笑講說 希望他清醒之後有這麼不好的經驗 但是也能回想起來說 他在外景主持人的懷裡面躺了十幾分鐘 希望他可以感到安慰一些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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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